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一些用户组合权限的基础内容 好 我们进入第一个话题 Arkis 硅档 硅档与压缩是两个比较容易混淆的词语 首先说一说硅档 硅档的简单含义就是把类型相似的文档组合到一个文件夹里 大小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化 而压缩呢 压缩最大的特点就是缩小文件的大小 主要分为两种情况 两种情况 一种是有损压缩 一种是无损压缩 无损压缩是可逆的 有损压缩 这就是删除了一些无关的数据 这些都是概念层面上的知识 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进入下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就是关于压缩文件的了 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可能经常使用到压缩文件 压缩文件在我们生活中非常广泛 在我们传输文件的时候 通常会使用一个压缩包 压缩包不但可以节省磁盘空间 还可以一次上传多个文件 更加的方便 而且压缩包还可以夹锁 具有一定的保密性 像我们区编部的TP或者MCQ考试 发到同学手中的压缩文件 一般都是夹锁的 同学们同时获得密码进入考试 这也保证了一定的公平性 当然压缩文件格式也多种多样 ZIP啊 TAR啦 RER等等 我们也都见过 在这里所有硅档和压缩文件格式 都非常流行 ZIP可能是世界上最广泛的 应用格式了 因为在Vinux中几乎是通用的 而且 差不多所有主流的操作系统 都能很好的支持 ZIP和OnZIP 所以说ZIP 压缩文件 可以使用在Linux MaxOS上都可以的 如果用户想要把归档的文件 发给其他用户 但又不知道他们使用的是什么操作系统 那么我们用ZIP格式发送 是最安全的选择 关于这些不同的压缩文件格式 我们下面也会慢慢提到 先说一下这个TAR JZIP ZIP和BZIP都主要是用来压缩的 虽然说ZIP也可以进行归档 而这个TAR这个命令只有一个功能 就是进行归档 用TAR面前进行压缩 必须要借助于其他两种压缩方式 就是JZIP和BZIP2 然后讲一讲如何创建这个TAR压缩文件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都是有两个JZ格式 说明是用压缩成用JZ格式的压缩文件 大家注意这个-C -C是创建一个存档 最后是目录的地址 提取 就是说白了 就是解压缩的意思 我们要注意就是用-X X就是提取模式 这个与刚才不同 这是用.bz2 说明要解压的文件是一个BZIP的文件 大家可以亲自尝试一下 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清单 清单就是列出该压缩文件内的清单 比如说你压缩文件中有几个文件 就是三个TXT文件 我们使用这条命令可以显示出该文件 该压缩文件中到底有几个文件 它们的名字是什么格式是什么 好 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实验 来进一步了解这个TR命令的使用方法 我们打开讯息机 讯息机 我们首先要建一个TXT文件 m dmnsply OK 这个 toym堡面棉器我们一会儿会讲到 是比较实用简单的东西 非常重要 我们输入一点东西 еho Skype OK 输入了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保存退出 嗯 发现我们 发现这个 已经建立了 当然还有一个这个 这是我们以前建立的东西 嗯 我们刚刚学到的 压缩文件 我们再去压缩一下 压缩一下 将这个文件夹里的内容都压缩到一个 嗯 要想压缩该文件夹 我们必须知道路径 我们用pwd 那就是显示单线路径 是 home sui info 好 我们 压缩一下 tar-cv-df 然后 dns 我们起名为 dns display.tr.jj 然后输入路径 然后输入路径 嗯 现在已经应该已经压缩成功了 我们 压缩一下 压缩一下 发现已经有了 display.tr.jz这个 压缩文件了 我们可以解压缩 也可以显示该文件内容 看一看 如何显示 该压缩文件内的清单 就是用 tvzf这个代码 tvzf dlnssctv大家订出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浮自己遇到的张 指示 比较 Kay se 之后 STE 第一 那我们已经有电子振动了 10% 这个nk 首先是这个disk disk然后就是这个display 当然还有些别的东西呢是 是系统内資材的 我们也不再 啊 谈论一些他们谈论关系是些什么吧 嗯 我们通过这个实验 可以大概了解到就是这个东西是怎么使用的 好 我们继续进入下一个话题 cpio cpio variants cpio是一个用来备份文件的命名 CPL可以用来备份任何类型的文件 但是它也有它的局限性 就是必须得配合这个Fan的类似的查找命令 才能备份文件 CPL备份出来文件的格式就是.cpl 刚刚我们也说过 这个CPL可以备份任何类型的文件 所以说它的使用的重要性我们也可想而知 接下来我们看看如何使用CPL 大家可以看到创建是要用到Fan的这个东西 比如说备份Home文档内容就是Fan的加路径 然后再加一系列的命令就可以备份出来 -O就是输出模式 -V是详细模式 我们看一看提取CPL内容 用CPL可以用CT 大家注意这CPL是有箭头的 大一号小一号代表的方向 提取或者是创建 代表方向 看清单清单和那个列清单和CPL是非常 那个和提取是非常相似的 都是CPL和CAT两种方式 还有箭头还有文件 这这个CPL这个命令 这个PT显示的也非常清楚 大家可以照顾画表亲自尝试一下 由于我要节省时间 我也不在这方面多碎口舌了 独立压缩方法就是主要两种 JZIP和BZIP2 JZIP就是JNU的压缩程序 它只对三个文件进行压缩 BZIP2就是Linux压缩程序的另一个选择 它们的算法有所不同 呃 与JZIP相比 这个BZIP2也有一些优点 有一些缺点 BZIP2主要优点在于 它压缩后文件的尺寸总是会小于JZIP压缩文件尺寸 但是呢 这个BZIP缺点在于 它占用CPU的使用率会比 会比JZIP占用更多 也就是说压缩同一个文件的话 BZIP压缩的小一点 JZIP压缩的快一点 占用的CPU资源少一点 也是各有优劣 当然在于在于用户如果偏好于速度 那就用JZ 如果偏好于文件大小就用BZ 好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这个 这两种压缩方式的语法 可以看到就是JZIP JZIP就是如图所示 代码命令非常简单 以后我们简单示范一下 呃 示范一下 嗯 只一反散 我们只示范一个 这是BZIP的命令 嗯 解压缩或解压缩的命令 大家可以看到都是非常简单明了那种 非常的简单一种 好 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我们打开虚拟计 这是我们刚刚做的实验 我们打虚拟计 我们用JZ做实验 做示范 刚才我们在这个文档中 建立了这个Display.dxp 我们就压缩这个文件 用JZIP J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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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格 嗯 再加上文件名称 好 压缩完毕 我们可以 展现一下 嗯 可以看见 多出来一个 这个 Display.txt.jz 这个压缩文件 我们再解压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看解压的内容是JZIP -D -D 就是解压的意思 看一下 dxp dxp 来 加 txt just 啊 对 Leo 对 对 ここ 刚才好像已经运行成功了,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显示已经消失了,RF一下已经消失了,已经增加完毕了,证明我们已经实现成功 实现成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BJP,BJP的语法也是相似的,我们也不如多做实验,大家可后多做练习即可 好,我们进入下一个主题,是标准编辑器VM,VI和VM,首先讲一讲这个,VI是一种较老的编辑器,它的功能相对VM并不齐全 VM的功能更加齐全,支持更多的额外功能,它也具有颜色功能 说到颜色功能,就是利用始终突然用VM来更改一些这种config的类型的文件 这些config的类型的文件都是有语法的 通过这个颜色功能,可以辨别您写入的或者已存在的内容,文法是否正确,是否可以运行 好,我们通过截图可以看到如何使用这个VI和VM文件 直接进入VI或者VM,再加上您所要写的文件内容 就是,比如说你想建一个txt,就是testtxt,就是VI,txt或者是VM,txt即可建立 建立出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个截图,就是类似的东西 嗯,我们可以看到左上角一个绿色的光标,就相当于我们Windows中卧的或者是机器本中的光标一样 就是从该位置来进入内容,波浪号代表该行是空的 波浪号代表该行是空的 还有这个最后一行代表的是指示信息,就是一些文件属性相关的或者输入状态相关的内容 我们可以示范一下 我们可以示范一下 我们打开虚拟议议 比如说我们VM,想建立一个hello.txt 我们建立之后发现这个什么都是空的,也就是新建的一个txt 嗯,我们可以建立一些内容,我们按i,就可以输入内容 h.i,我们输入hello 如果我们想保存的话,我们先按下est exc 光标移动到这个指示界面 指示行 然后用帽号wq 单击回车,我们就可以保存退出了 如果我们只按q的话,它就不会保存 好,我们先保存退出 嗯,我们如果想查看这个东西 可以用vm查看 vm,vm这个hello.txt 我们发现进来之后 内容已经有了 就是hello,这是我们刚刚写入的 嗯,这个vm就是这么使用 就是可以查看,可以更改 这个问题 这是文档内容 好,我们退出这个讯息 嗯,vi和vm 我们其实它的命令非常广泛 非常多 嗯,在此我也不一一介绍了 因为有兴趣的同学可以从网上查一查 因为这个东西特别多 一查一堆 大家可以自学一下 自学能力也是续计算器必备的一个能力 用户组的权限 这个主题 这个主题这个内容比较多 我们把它分为两个部分 嗯,下一部分 在下节课中也有讲解 好,我们进入正题 在这个linox的系统中 这个每个进程,每个文件 都是属于用户和组的 嗯,不管是root用户 或者是普通用户 linox都是一般 都一般是通过登录这个主机 来获取shale环节 来进行工作的 嗯,当你输入 你的用户名的时候 计算机识别不出来 只是这个 哪个用户名对应了一个uid 计算机通过设备uid来 进行认证 啊,uid是不同范围的 不同范围代表着不同级别 首先0代表的是 系统管理员 1到500的uid是系统用户uid 大于500就是普通用户的 可登录用户的uid 嗯 在这我们要说一说 为什么要分配这个1到500的uid 给系统用户呢 因为有时候这个有一个特殊需求 呃,系统管理员可能会给用户分配一些权限 但是 给一部分 呃,但是 不能把所有的root权限点击一些用户 所以说这个 这时候这个系统用户的uid就管用了 因为他们可以具有一些root权限 而不是具有所有的root权限 这样也加强了linux系统的安全性 好,下面我们看一看这个用户图 用户图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用户图 呃,相关信息存储在这个etc password 之中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用户图 就是首先 开始这个launch 就是 呃,username 是这个 就是用户图 就是用户图的 就是用户图的 为什么要有的差呢 因为这个密码 它是不可见的 那想看用户的密码 需要登陆这个etcshadow的这个文档 然后 下面这个uid的gid 就是顾名思义 userid 和usergroupid 我们也不多说 下面这个 那后面就是 user info 就是用户的相关内容 然后 home 就是用户个人的工作空间 然后 bmbsh 这个就是用户的社会环境 好,我们在虚拟局上展示一下这个用户 好,我们vm vm一下 vm-vm-f10 5 当我们点单击回撤,我们进入了这个文档 我们看到不同的颜色 是非常有规律的,这就是vm用户的颜色功能 说明不同部分代表不同的行业 首先开头是口号lic 这就是用户信息的一个表 大家可以从这里看到我们自己的用户信息 虚编写 然后密码 X 还有类似的 UID和GID 等等 然后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 关于group的一些 group的一些 支出 对于组 我们也不多说什么 用户都是属于组的 按照需求或者喜好 可以把不同类的用户 分成不同类的组 更便于使用 下面就是 用户组的格式图 也非常类似于用户的格式图 我也不多说一下 不多说什么了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打开讯息机 查看一下etcgroup 这个目录 或者etcjshadow 这个目录 观察一下他们的信息 就是开头 简单说一下 这开头的user 就是group name 然后也是password 还有GID 然后就是 Member 就是成员 成员就是组成员 嗯 格式非常清晰明了 比那个用户的格式图 更加清晰明了 简洁欲动 大家一定需要打开讯息机 观察一下 测试一下 好 那个用户组合权限内容 还有一些 我们下期视频再继续讲解 总结一下今天我们一共学了三个课题 有实现文件压缩和备份的 还有 关于标准编辑器vim的一些内容 还有一些 用户组合权限的知识 通过今天 通过今天所学的 三个课题吧 我们大概了解了 嗯 inux中如何备份压缩和解压缩文件 如何简单的使用标准编辑器 还有一些关于用户组合权限的知识 接下来就是作业部分 嗯 作业非常简单 就是在用户在用户目录下建立两个txt文件 就是用vim建立就可以 然后写入一些内容 然后利用tarrjz的方法 将这两个文件压缩 在当前目录解压缩 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一个作业 大家回去一定要用虚拟机做一下 然后这个小学的知识就会更加巩固 这期节目我们要介绍的 是关于用户组合权限的另一部分内容 和关于速度的内容 嗯 具体内容也就是一些关于用户 获得一些用户权限的方法 以及注意事项 嗯 好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